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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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鸡家宝 还撩一下拳子 道友笑的是顺位已经到听着我了 哎 你看每次都会发现 3号 4号他们站一块 这个落差 我不要给特写 而且我没有穿高跟鞋 来看第一条片 我是艾罗伟 我是一名法官 现在在明依廷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专门处理像交通事故 民间借贷 离婚案件等等 这类跟普通的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审判业务工作 本科和研究生 都咒读于武汉大学法学 可能是做这个行业 我是一个特别能够发掘 感知 并照顾旁人情绪的一个人 在工作之余 回到家中我会喜欢玩这种 因为可能言语比较犀利 轻辣 所以说也有6万多的粉丝 比较喜欢我 关注了我 在网络上我是以一个 诙谐幽默的语言形态 向我们普通网民去普及法律 我就是一个人民好法官 也是普法老司机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真正的勇士 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以后 依然热爱生活 当初08年我在法国做交换生那一年 我几乎一个人背包 把整个欧洲全部走遍了 其实在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能够把我自己单身生活 安排得非常好 我喜欢吃寿司 站点海天味极鲜酱油 鲜香口感好 最近还开始学机车 我喜欢电音 我喜欢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 当然 我们一定要在合法的切地下碰地 我觉得女嘉宾应该站场上还蛮饿的 所以今天刚来呢 带点小礼物就是 希望大家能尝一尝 已经在吃了是吧 远到来 不知道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大家 大家先吃一点 然后可以站站旁边那个海天味极鲜酱油 你们吃完以后 我觉得我今天就不会打酱油了 对 7号 下面观众要求很热烈 我现在都想尝尝这个海天酱油 观众是想尝海天酱油是吧 给他们一人倒一杯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宙斯是你自己做的吗 没有 就是我是买的 然后玩的时候我觉得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要用动手了 对 你喜欢机车是吧 来着了 我们这儿有个机车妹妹在哪里 这里 这里 机车是她的第二生命 是吗 我特别喜欢骑机车 感觉就是很喜欢那种自由自在 放荡不羁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应该会是好的老师 因为我现在最近刚刚在学 刚刚把驾照 真价拿掉了 对 其实我喜欢机车很久了 但是我其实今年才开始骑 去年拿的驾照 我们可以一起学 好 谢谢 我会关注 19号把灯调亮 其实我跟男嘉宾有很多共同点 他说他去法国做交换生一年 我也是去法国做交换生 但我只做了半年 你在哪个城市 里昂一大 里昂 但你可能离我比较近 我在克莱曼废郎 然后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不是翻译吗 我不光是战地的翻译 然后我以前给律师 做过涉外的翻译 然后会经常出庭之类的 我觉得还挺有共同点 好 来 选第一个中选区的女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 第一个中选区女生是谁 我发现这个吉娃娃这一组 上榜的概率很高 来 有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艾罗伟 今年28岁 来自江苏 苏州 谢谢 江老师好 孟老师好 艾罗伟 欢迎你 来自苏州 一个特别好的城市 3号 我特别喜欢就是律师啊 法官啊这一类的职业 对 我也在法国留学了两年 您可以讲英语吗 当然 我可以讲英语 非常好 非常好 先生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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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边上聊好吗 我也很喜欢机车 然后我本身是工科女 我是个文科男 好 好吧 初安琪 法官大人 你好 希望大家不要这样称呼我 就直接称我名字就行了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老百姓来打官司 可能看电影看多了 一动不动就会说 哎 法官大人 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大家都平等 我想问的是 如果现在有一场官司 然后有一个好人被诬告了 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知道他是好人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没有证据的话 是不能说他一定是好人坏人的 那只要有证据他是好人 那他就是好人 如果没有证据 没有人能说他是好人的 15号 如果太太家里人犯了相关的法律 在人情跟法理之间 你怎么来抉择 很简单这个问题 我们法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 如果我的太太有官司的话 要回避的 是必须 必须回避的 她就不能审理这个案子来 那就是您太太家里人 可能会不厌其烦地 来跟你来说这件事情 然后肯定会通过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会有一些家庭的纷争 我觉得我应该找一个 比较民事理的老婆吧 好 我帮你说一句 他虽然是一个法官 但是人家是来找对象的 我们曾经来过一个 我是一个中医 就中医的 台上一帮女人问 我怎么调养啊 我皮肤不太好怎么调养啊 说了半天 最后说我是来找对象的 我不是来抑诊的 7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看你的爱好 就是机车啊 蹦迪啊之类的 都是比较疯狂的 然后你的职业 法官又是非常严谨的 但是我这个人 并不疯狂 也不严谨 我是一个比较大条的网球教练 你对这样的女生 你会接受吗 我一直觉得 我是一个去标签化的人 我不是说一定看到一个法官 就一定很严肃 一定很古板 对吗 然后我也会下了班以后 我会有自己的爱好 我觉得爱好跟工作 并不一定有非常必然的关系 就比如说7号女嘉宾 你觉得我是一个网球教练 可能会稍微窄一点 比较大条一点 但不代表的就是两个人 就没有办法沟通 她的这个话你没听懂 我帮她翻译一下 虽然我是一个法官 我的职业形象是这样的 但是不妨碍我下了班以后 有一颗闷骚的心 激进 因为你是做法律的嘛 就是会不会有较真的这个感觉 就是和你生活在一起 我还是说那句话 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 就是说是一个去标签化的过程 没有什么必要照不照真 跟女孩子嘛 那么照真干嘛 又不是打官司 对吗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觉得习惯性的职业思维 可能会带到生活里 比如说注重事实和逻辑 这俩事我觉得你不可能 一下班就劝不要了 我们这个职业可以 可能会一下很快地剥离出 一个事情的一个核心和事实 很多时候你剥离出来了以后 就在你内心嘛 你想哄哄女孩子就哄啊 就过去了 何必不是很大的事情的话 就没有必要太纠缠那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让女孩跟你不讲理 对 没有问题 我倒觉得啊 我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意 不同的职业 对外在形象可能也是有要求的 银行 保险公司的职员 这方面要求非常严格 你能想想我到银行去办业 我出来一个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讲话呦呦呦就出来了 他也都是西装 他就这就是一个职业的 规范至于你下了班以后 没事儿 你弄一个绿头发 红头发 打着耳钉 没人管你 上班那是有一些 孟老师 我觉得您说的这句话 其实我非常赞成 就是一句话什么呢 你所有的喜好 一所喜好 一切都要建立在 对你工作的尊重的前提下 漂亮 其实我一直想穿着裤衩 来主持这个节目 他们不同意 选你的第二个中选区女生 选的时候可以看这篇心动 也可以在观察区有一个姑娘 调亮了灯 代表她对你极有兴趣 那嘉宾第二位中选区女生是谁 我说吧 小支组的胜利 两个小支 因为我自己比较小支 对对对 这不一定 有的时候吧 你看 比如我个儿不高 我挑的时候呢 要跟我的身高比较匹配 我也不能挑太高 有一种正好相反 我就要挑个儿高的 很多人把这个遗传 是不是这么显得呢 比如说我1米6 我找个1米8的女孩 剩下的孩子就1米7 架在一起除二 是这意思吗 倒不是求均值 但确实会高概率地增长 孩子的身高 懂了 看下一条片子 第一段感情 在我快要高考的时候 我在一次模拟考上认识她 她就坐在我的前面 回头跟我说 能不能十分钟以后叫我 我先睡一会儿 非常的有关心 后来我们就认识 然后在高考前三个月的时候 开始谈恋爱 高考结束了以后 她说她的分数只能去武汉 为了她 我也去了武汉 还没有去武汉之前那个暑假 她就突然消失了 再也联系不上 当时分数比武汉大学高了41分 是可以去北大的 另外一段印象深刻的恋情 开始于高铁 我经过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特别漂亮 那一刹那我很想认识她 于是我就坐到她的身边 非常紧张地跟她说 我可以认识你吗 然后没有想到她也在疏走 后来慢慢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我和她都付出了很多 甚至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家的阶段 后来因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选择了分手 我觉得情侣之间一定需要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去互相地认识对方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看到了外貌 职业 感情就像下棋 我更希望遇到一个戚风对手的人 而不希望遇到一个初学者 浪费彼此的时间 我觉得年轻的情侣或夫妻 最好是单独住在一起会不太好一点 同一个小区 就是说另外一套小房子 然后就是父母既可以经常地照顾到 也能够不互相侵犯到空间 记经 就是看到你的VCR 然后有一句话叫棋逢对手 感情当中用这个词 我不是很接受 因为我觉得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有层次之分 其实我想说的是 比较有一些感情的阅历以后 对于感情有一定的成熟认识 可能会更希望于 去跟一个比较成熟的感情观的人 去进行恋爱 不管是男还是女 所以说没有什么好与坏 只有合适和不合适 在整场跟你沟通的这个环节当中 我就觉得你很强势 你没有听人家把话说完 就是你不善于倾听 其实我认为你就是会把人 逼到一个死角里面 我觉得真的很强势 我接受你的批评 我觉得大家互相感受吧 至于强势不强势 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我觉得下棋我帮你梳理一下 我想姑娘们最忌讳的 可能是下棋的对抗和博弈 这个她们不接受 这个怎么能动脑子来呢 你怎么能算计我呢 就是之前因为要表现一个 感情的一个情感观嘛 我想想要不然来个下棋吧 其实只是一个 不是那么恰当的一个比喻 比喻 可能你把它放得有点 稍微有点重了一点 这个没办法 他有一些职业 他就是会带给人这种 比如说你看还是这个人 我们重来一次 你们把前面刚才出来的 这20分钟的记忆全部抹掉 我重新介绍一遍 这是一个国内的 它公安系统的一个行政专家 破案的 你脑子里边又开始想别的东西了 我们再来一遍 他是一个幼儿教育方面的专家 他说哎呦 这你看就是 特别对孩子有耐心的那种 特别暖男的那种 你看不同的职业 就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刻板印象 还是什么什么的 对 孟老师您说得很对 说一直在强调去标签化 不是说一个职业的男人 就一定会什么样子 最后一个问题 初安琪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生活中 是一个有情趣的人吗 法官容易让人觉得没情趣 曾经在大学的时候 之前有女生过生日 就是我之前去北京 然后就在那个北京的798 然后我打了那种A4的纸 粉色的 然后每一个字都是连成一句话 某某某生日快乐 什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当然举这个例子 就是不用把我们看得那么无趣嘛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我好想帮你 孟老师上一期节目里面 是讲过这个事情的 你要是问我 你有没有情绪 我就说我特别喜欢法国的红酒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白葡萄酒 或者是古巴产的雪茄 或者是哪里产的皮铁 我得说这个东西 你看浪漫这个事是大坑 我发现这果然没经验 就掉坑里了 一说到这个 他们就会想到 那么有画面感的前女友 一遍一遍就出来了 最后留灯的是6号 邵亦凡 我想说我就是高考志愿没报好 然后去了一个比较一般的学校 然后就有莫名其妙的名校情节 然后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 就是武大的 第二个喜欢的男生是港大的 第三个喜欢的男生是北大的 我就是表达一下我的名校情节 表达完了 现在你要做的选择是 你可以用6号来换掉台上 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换还是不换 拿谁换谁 想清楚 换吧 来 6号换谁 6号换10号 来 我们先看看 龚大夫有没有留灯 去拿欲理讨他的男生 2号 Kosten 有请6号 发宝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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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matter 但是求大家可以 helemaal want to talk comment 今天会是的 kobetsð cuandochnycy 我说男嘉宾 我蛮欣赏你的 然后刚刚江老师有说 您生活比较有计划性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大概想什么时候要小孩 因为我可能40岁之前 都不会要小孩 有可能会变 但是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 麻烦问一下你的年龄是 我现在27岁 那还好啊 40岁以前不打算要孩子 你得跟你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得考虑一下 你也是可以认同的呢 还是说我马上就要面临结婚生孩子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用回答我们 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了 现在来看大屏 两个女生 三个关键词 邵一帆 择偶标准 被耽误的艺术家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你选一个 第一条 择偶标准 喜欢懂得语音计算 会至少一样乐器 那脸不张扬的男生 最好对方有留学背景 英语好一点 身高不能低于低比58 跟导演说的是最低1米6 然后放宽可以放到1米58 不能再多了 然后如果他身价一个亿 1米57也可以 一个亿嘛 1厘米啊 这个就是说每一厘米 都可以有别的东西来替代 比如说如果是哈佛的 哦 对 1米57可能也可以 如果身价一个亿又是哈佛的 1米55其实也可以商量对吧 没有 就是我不太在乎男生身高的意思 好 来看下一个 曾思琳 机车女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我是结婚狂 哎呀 她的看了好几遍啊都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好 不可或缺的是草莓蛋糕 甜品吧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的 如果说两个人已经在一起 或者说是组建家庭 如果对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 发生了分歧的话 女孩子会是 就坚持自己观点 一定要男方听女方的 还是说两个人一起好好商量 然后还是说会比较 倾向于听男方的 我觉得就是什么事都是要沟通 沟通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双方 商量之后来决定 我觉得就是大事听老公的 小事听我的 但是是我决定这个事是大事 还是小事 那就都听你的呗 好了 郑宇 有意思的时候来了 我先说简单的 就是如果本着一个 牵手成功的算法的话 那你现在毫无疑问 直接就可以把夏宜凡领走了 当然他也抛出来一个 让大多数男人 尤其是适合年龄男人 会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他已经明确讲了 生孩子的事 对 放开来讲 如果你们俩真的生活在一起 先不管孩子不孩子的事 是很有的下棋的 不包括对抗和博弈 就是玩在一块是 玩的很多东西可以玩出来的 那么孩子的事 他松了一个口子 就是现在这么想不一定 不是那种就是 我必须得怎样怎样 他只是可能有 当前有特别多美好的东西 在眷恋 不要小孩子的原因还挺特别的 因为我会觉得 我自己活得不太明白 我得想明白了我才能要小孩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有可能就想不明白了 或许我可以让你想明白 然后曾思琳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信息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在生活里面 比较有情趣的人 你看狂野到机车 但是又甜蜜到这种吃的东西 蛋糕的东西 另外呢 他在情感上确实是属于那种 想讲艺人是吧 希望有一个大叔来照顾自己 属于这种 然后他也是很多男嘉宾 放到中选区的一个选择 因为在一起生活的话 可能乐趣会比较多 我就另外补充一点 重点在于 要不要孩子这件事情 他没把话说死 就留了这么个活口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在想我要是一个女人 在要不要孩子这个事情上面 我都想到要丁客了 我要是个女生 可能有一种情况 会让我改主意 就是爱到了足够的分量的时候 她就会变 这个你自己掌握 来 你的决定是 高个女生可以改变基因 但问题是她不想生孩子 来 决定吧 对我1米71 对 港容争蛋糕提醒您 非常勿扰 马上回来 港容争蛋糕提醒您 非常勿扰 精彩继续 来 决定吧 对我1米71 对 那就选1米71 恭喜你 恭喜你 是你让我想念你 听到你写一首情歌 要做浪漫的佛歌 你也轻轻地扶着 恭喜咱们的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争蛋糕提供的 和谁到浪漫之旅 港容争蛋糕好吃不上火 是你让我的世界 在马克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记得 我觉得男嘉宾蛮优秀的 我觉得很值得 很 很值得我继续了解 如果你这样的想法 就是一定一直在坚持的话 我也有这个勇气 去面对这个事情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刀 对 港容争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